在北京公演出所謂叫第100場 100場 所以就像說以前有人說一個劇種 一個曲目 一出戲就了一個劇種 比如說以前有一個叫十五罐 然後把昆許這樣的一個戲曲又給就了起來 那其實這個昆許也有 夜劇也有都充滿了那個文學性 非常的文學性 所以尤其是我們這個學文學的 那這當中他有一些這個佛學的東西 尤其像今天我們會提到的那個湯賢祖 湯賢祖本身跟明代四大師 叫子博 達官子博關係交往非常的密切 所以這也是可以一個文人跟禪師 這個往來的情形 明代有所謂末世大師 那我們比較認識的是這個廉詞 這個紙博 我們最主要是要知道這個 怎麼樣還沒好 啊 好了 好了是吧 這個康賢祖呢跟湯可以說是方位之交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工業 我們再來講這個 今天我先第一個單元要跟各位說的是 有關於禪宗對中國的師的 就是說禪與師法 那麼禪對這個師的 師學的影響 特別要談到一個派叫做江西師派 也就是說江西禪宗跟江西師派 其實這就是一個題目 一個禪師跟文人 禪師跟文人的 當然我們講那個禪師跟文人太多了 台穢跟誰 那個韓語跟誰 還有東坡 對不對 上個禮拜我們講的東坡 東坡跟國印 跟那個僧僚 東坡跟師聰 等等 像我們看今天這個單元 好像都沒水 不是 不是 那些的康貨 先把帶 那個禪宗我們知道叫做一花五葉對不對 一花五葉之後呢 一花五葉 從慧能禪 慧能禪分兩個派 在美國的時候 那個西來大學的學生 大概知道 首先是 南越懷讓 後來這裡發展出 三個洞 這裡發展出三個洞 這裡發展出三個洞 這所謂叫做一花五葉 慧能 慧能是一朵花 慧能這一朵花 所以這個呢 這一派在江西 因為是馬祖道一 這派呢 在湖南 所以當時學產的人就叫做不是到江西去參 馬祖道一這一派 就是到湖南去參 參石頭西千 清遠這一派 所以人們就叫做叫什麼來的 叫走江湖 走江湖 走江湖是這樣來的 但是我們現在成為一種口頭禪 走江湖變成是很不好的一種話 江湖的馬祖道一派下分出兩個派 叫林紀宗 維陽宗 石頭這邊 草弄宗跟林門宗 最後一派是叫法永宗 其實呢 其實江湖這五個宗 都跟江湖怎麼樣 有關係 都在江湖 都跟江湖有關係 也就是說雖然有的不是江西人 但是呢都曾經在江西參過禪 所以其實一花五葉那個五葉 跟江西活叫的都很有關係 而江西呢一直都是人文繪綴的地方 現在所謂叫做江西 最近中國大陸有人出了一本書 叫做江西文學史 江西文學史 江西哪一個詩人 最早我們知道陶淵明有沒有 陶淵明是不是江西人 是啊 他在九江 九江 在那個庫山下 江西 還有呢 到了宋代呢 有一個江西 江西詩人很重要 是誰 黃庭堅 黃庭堅 上個禮拜 我們曾經講過 就是說在那個 居室登陸出現他 對不對 黃山谷 那他也是蘇氏門下 四大傑出的人才之一 所以呢黃庭堅作為江西人 在受到非常的江西佛教 江西禪宗的影響 那他就模仿江西禪宗 他們也弄出所謂的一組 三宗 一個祖師三個發展出 就是像這個船燈一樣 一組二組三組這樣子的 所以他創出的師派就叫做江西師派 而這個江西師派呢 因為在江西這個地方 在禪宗非常發達的江西 甚至中國大人寫出所謂的江西佛教史 也有江西文學史 可見佛教在江西 江西禪宗 以馬祖道義為主 是不是剛才我們講一花五葉 都跟江西有關係 所以在這麼濃厚的禪宗欣喜的環境之下 而黃庭堅自己也參禪 是不是跟禪宗有關係 也有往來 所以剛才我說了他就模仿禪宗 他們這個開派 也就像好像一組二組三組這樣子的 那他就或多或少就不可避免的 好像冷氣停掉 把禪宗的禪法引進了詩法 這當中我們要跟各位說的有幾個東西 比方說他從禪宗那裡得了幾個東西 比方說叫做奪胎換骨 點鐵成金 今天我們這三年要跟各位講禪的什麼 好 这里我刚才写一个江西禅 因为马祖道义是什么人 他是在红州 江西红州 所以我们把马祖道义的禅 又叫什么禅 叫做红州禅 马祖道义最有名的话 提出一个叫做平常心思道 说 佛法其实不在远 怎么悟道呢 怎么样开悟呢 这些其实不远 就在你把平常心 平常这颗心照应好 什么叫平常心 平常吃饭睡觉这颗心 所以 这是把慧能禅 所以我们说 在禅宗里面 禅宗室里面说 最能展现慧能 慧能的生活禅的是谁 马祖道义 马祖道义之后是谁 灵迹 所以他们是一卖乡成 一卖乡成的 所以你要 就是后代 你最能够打握住这个 慧能禅金髓的 是谁啊 是这个江西 所以江西红州中 红州中 江西禅宗 在那个禅宗时上的重要性 就在这边 好 现在我们看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说 这个黄庭间呢 黄庭间作为江西失败的开创者 他怎么样用了 禅宗的思想 纳到他的施法来 他把一个禅宗的东西引进来 创出有几个理论 叫做点铁成金 夺胎换骨 国具火法 那即使这个都跟禅宗有关 首先我们慢慢来跟 我们一个一个来跟同学说明 黄庭间呢 在他的著作叫做 一个一篇文章里面叫 《达红居辅书》 可能要给同学稍微抄一点东西 引言里面的 先讲第一个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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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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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每一句話是不是都是打破邏輯 空手把鋤頭 步行 步行起水流 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 空手怎麼把鋤頭 他合乎邏輯嗎 不合乎邏輯 步行怎麼又起水流 分明是人在橋上過 一定是水流怎麼是橋在流 禪宗就要這樣子 他要打破你的固定的思維 所以他要讓你去任意聯想 步行 認識那個萬物本空的道理 他要你強調那個自然天成的 就是現成 一切都是現成的 一共自然頓悟本心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這個其實 這樣好了 一個作者創作出來的東西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是隨著這個創作者而跟他一樣的感悟 不一定 我閱讀者是不是 所以我們說閱讀者是不是一種另外一種在創造 所以公案才這樣 這個公案在你身上是這樣的感悟 在另一個人是不是也是另一種感悟 文學才不會被極限 才不會死板 所以要用什麼 餐活句不要餐 不要餐死句 活法 活的活潑潑的 我們是不是都已經 也就是說簡單說不要背什麼話 好吧 就來 你可以 即 我